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八零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清扬均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五百九十集 宁艳凡和余奶奶口中的小义是余奶奶的儿子 全名叫徐仲义 余家有过两次出国潮 一是建国前 二是六十年代中期 余奶奶的儿子徐仲义就是六十年代中期出国的 那时候风雨雨来 察觉到不寻常的气氛 余奶奶和丈夫将独子一家送出国 这个举动固然让徐仲义逃开了一场动乱 却也为余奶奶和丈夫带来了灭顶之灾 徐仲义出国后只写过一封信来 信根本没有到余奶奶手里就被人没收 信上写的什么余奶奶不知道 这是徐仲义出国后唯一和国内的联系 小二十年过去 余奶奶不知独子一家是生是死 没有等到消息 老太太有病都硬挺着 不肯轻易把命交给阎王爷 徐仲义那封信是从美国旧金山寄出的 那里有大量的华人聚居 旧金山是唯一的线索 宁艳凡托人打听 也亲自去过一趟旧金山 因为不能过久停留 都是一无所获 夏小兰说请私家侦探 在报纸和电台登广告 都是后世最常见的寻人办法 特别是后两种影响面非常大 很容易找到人 然而问题也在这里 余奶奶手里没钱 二期广场的小楼 余奶奶早就想卖掉 这么多年 余奶奶也算是看穿了 人活着比钱财本身重要 手里的福财舍了就舍了 卖小楼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买主 余奶奶干脆将房子送给 夏小兰 值钱的并不是小楼 而是二期广场那块地皮 余奶奶这点基本的商业素养 还是有的 国家现在又允许老百姓做生意 二期广场地段的房子 只会越来越值钱 不管以后值多少钱 余奶奶都不后悔 只要夏小兰能找到人 她就把房子送给夏小兰 产权你不用担心 我就是豁出这张老脸去 也会把另一半产权 完完整整从国民三场手里要出来 夏小兰当然不是担心这个 这次来京城 夏小兰也算见识到了余奶奶的背景 以前就知道余奶奶可能不是简单人 吴永才都知道余奶奶上面有人 否则不可能一个孤老婆子 保住一个大院子不被占去 如今夏小兰的感受更清楚点了 房子您不用着急 先找到人再说 现在黑市的美元和华币的兑换比例 差不多是一比十 这事没有上万的美元也玩不赚 夏小兰决定 先给旧金山电视台写一封信 美国人都喜欢故事 她要给电视台讲一个感人落泪的故事 希望借此 能节约点寻人的成本 余奶奶和夏小兰做了交易 最大的心事 算有了寄托 余奶奶也观察了夏小兰一年 这丫头值得托付大事 她才借着宁艳凡的口 把事情说出来 夏小兰猜得没错 书房没关门 本来也是故意要让她听到的 话都说开了 余奶奶也就不再迟疑 等你妈搬来京城 我也来京城住 我从前收你们多少房租 一个月也给你多少钱 商都的房子也能租出去 租金就补贴余奶奶自己租房的花销 她不是占夏小兰便宜 现在全国房价差距都不太大 京城和其他省会城市的房租也差不多 这事儿算是说好了 余奶奶觉得口说无凭 还请宁艳凡当见证 写了个协议 夏小兰哭笑不得 在上面签名按手印 夏小兰是很想要二期广场的那栋小楼 因为知道那里将来是中原地区有名的商圈 做生意的人知道有好机会 不减真是没天理 但夏小兰想的是买 她也没想过要靠骗 更没想过要以其他方式换取 找人可比用钱买麻烦多了 夏小兰呢 是犯了心软的毛病 对她坏的人 夏小兰能硬起心肠 会十分冷酷 谁对她稍微好点吧 夏小兰就想加倍地回报 明艳烦把两人的协议收起来 于师妹啊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 于奶奶只相信夏小兰 这女学生必然有过人之处 夏小兰能被周家看中 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明艳烦没什么不放心的 于奶奶解决了大心事 很高兴 我要回去了 小兰她妈还在家等着我 就算是没有找人的事 于奶奶说不定 也要同意到京城住 不是刘芬离不开她的提点 是老太太有点依赖刘芬了 明艳烦留于奶奶吃饭 老太太也不肯 带着夏小兰就跑了 两人一走 明艳烦把孙女儿叫住 你和季江云的事 就当家里没有提过吧 季江云 她不是合适的丈夫人选 要是没有这次的矛盾 明艳烦也不知道 季雅的臭毛病那么严重 季雅有毛病 季江云又不能不要亲妈 这样的男孩介绍给宁雪 以后是拖宁雪的后腿 宁雪顿了顿 她想说 这件事 季江云都是受害者 可面对着爷爷 宁艳烦能洞悉一切的眼睛 宁雪的话没有说出口 爷爷 我先回学校了 下午还有课 望着孙女儿的背影 宁艳烦轻轻叹气 她的孙女儿 她最了解 聪明无比 却也有聪明人的毛病 自己的主意特别正 一旦决定好的事 就不容易改变 夏小兰回笑 于奶奶回时差海 和刘芬一说 决定以后跟着她搬来京城 刘芬高兴得很 于奶奶见她的喜悦 毫不掺甲 就觉得犯愁 这样的女人 被别人卖掉 还会帮人数钱 幸好运气好 不仅有个皮厚心黑的精明女儿 还有她这个多管闲事的老婆子 愿意帮忙把关 就是那个汤市长 在鹏城任职 要是把阿芬拐跑了 自己 岂不是要跟着去鹏城 那地方就是个渔村 于奶奶打死也不想去 阳城 拜于奶奶念叨的汤洪恩走下飞机 阳城到京城 每天就只有一趟飞机 汤洪恩坐的这架飞机 检修加油后 又要飞回京城 杜兆辉让助理买的就是这般航班 杜大少还没踏上飞机呢 就和汤洪恩在机场狭路相逢了 杜兆辉身后跟着的人是夏大军 哈哈哈哈 汤市长啊 这么巧你已经回来了 杜兆辉在心里骂了一万具王八蛋 可脸上还要带着笑热情相待 汤洪恩也挺诧异 杜兆辉怎么知道他的行踪 还来白云机场赌人 汤洪恩的手和杜兆辉握在一起 两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至于夏大军 完全就是汤洪恩来不及多注意的小人物 命运就是这么奇怪 有人是市长 有人是农民工 因为一些巧合 彼此偏偏注定要产生交集 夏大军此时是茫然无知的 他能在香港豪门大哨面前憨执 可对着市长这样的干部 夏大军还是手足无措的 他紧张啊 之前都偷渡到香港去了一圈 公安知道后会不会抓他呀 不是弱形相比 要看到 ? 我是散开 他